3月20號下午在北南鄉太平國小舉辦的 102年台東地區全民國防樂教活動 是由國防部副部長高廣齊親自帶領空軍樂衣隊首場演出 特別儀式到台東太平國小為小朋友及鄉民精彩演出 台東縣長黃建廷、縣府教育處長林輝煌、新議會秘書長陳建賢等議員代表 以及台東地區陸海空三軍長官也都到場參加 台東國小小朋友也列隊歡迎 為國防部副部長高廣齊穿上有原住民圖騰峰位的背心 更以精彩的森巴谷表演震撼全場 神發隊加油,用力的實力之爭 所謂還可以支持擁有新種之大 製造業性的能力 而最近多少,讓他所謂 原理的用力的實力之爭 剛才可以從現場到現場的時候 看到同學們健康、活潑的招勁 可以看到國家未來的希望 這是黃縣長、吳鄉長及吳校長 還有各位老師 多年經營教育、全軍辦學的成果 為了加倍台東地區的同學 今年軍樂隊樂教活動的第一個場次 我們就特別安排了 公軍樂隊到太平國小 借這個機會我要再一次表達我們台東的鄉親 對國軍弟兄在台東 給我們很多的協助 表示我們最高的敬意跟謝意 過去特別是在防災、救災上面 我們都可以深刻的感受到 國軍為了我們民眾所付出的努力 我想在台東 我們真的是跟國軍跟國防部 是最好的夥伴關係 我們也期待這樣的關係 繼續維持下去、繼續發展下去 這幾年以來 我們看到太平國小 在我們往縣長 他一直擔任地方 對我們學校的支持 我想我們 太平村、太安村 我們的村民 都可以就是感恩再去 普通中空軍軍樂隊 也演奏華盛頓進行曲等知名曲目 台下的小朋友都聽得非常認真 102年台灣熱氣球嘉年華的首場光雕音樂會 也將在台東空軍制航基地來辦理 並有國防部樂隊的演奏 配合營區開放的熱氣球開幕活動 這在國內甚至於全世界更是絕無僅有的舉辦方式 當然喜歡我們范耀玲 被燃香報導